跌眼镜!8岁被沈殿霞碰红,15岁被父母劝退,如今平凡了24年后,竟然模样长歪了!他现在是航空公司小职员。 在娱乐圈中,因为角色的问题,也出现过不少的童星,虽然他们年纪小,但是其中有些孩子演起戏来,是一点都不差,甚至比现在很多成名的演员都要好。 而在早年的香港娱乐圈中,关佩林算是一个知名的童星,其最为经典的代表作,莫过于当年的《富贵逼人》系列电影了,而这部剧的头台明星,正是当年红获的沈殿霞,关佩林也算是受到了他的护音吧。 当时的关佩林虽然年纪小,不过演戏的经验也算是颇为丰富,加上小时候的关佩林严值是相当的可爱,让他受到了不少观众的欢迎,而且在业内的口碑也是很好,当年的周星驰就对他是疼爱有加,合作了《望夫成龙》之后,对外界实在不绝口,直言关佩林相当的优秀。 按道理来说,关佩林在圈内的发展是一番风顺,在八年时间里,就拍了12部电影,其中不少还是经典制作,票房口碑都是相当的优秀。 不过在15岁的时候,关佩林却宣布退出娱乐圈,不再数来演戏,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还是因为父母不想他再在这个略显混乱的环境中继续成长,想要他过上更为平静的生活。 在那之后,关佩林的生活开始回归正轨,不再受到外界的骚扰。 如今的关佩林已经是39岁了,依然在航空公司当著普通的职员,虽然不算是大富大贵,但是相比起明星来说,却是少了很多负担。 不过令人比较遗憾的是,当年那么可爱的关佩林,如今算是长篇了,早已没有了以往的可爱感觉,还真是岁月不饶人啊。